一直在给骆驼领队 可以买深度游 深度游是骑骆驼 不骑骆驼就自己往前走 也可以单买这一段 这一段是八百米 单买这一段问了一下是一百万元 这个就对徒步的人很不友好 因为走的是一条路 很讨厌啊 现在的这个路线啊 灵之谷 这条路就还是始终在峡谷底下走了 这个高度60米 然后400斤台阶 要一直往上爬 爬这个楼梯 爬楼梯 一边欣赏欣赏这个大峡谷啊 好累啊 这一段 然后上边还有这么高的一段啊 爬不动了 欢迎再来啊 爬完这么多的 台阶 然后上边还有这么多 没爬完的情况下 也还会想着再来吗 上半段是这种螺旋梯 一直转着往上爬 最后拍拍峡谷 他就走上来了 让我走上来的时候发现 前边还有楼梯 哇 咳嗽 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儿吧 最后一段啊 坚持就是胜利 看这块岩石 麒麟雪豹 你看像不像一只 雪豹 还真有点像啊 然后一只 这个雪豹 就看着这片荒漠啊 看一下这也是那个 要走站道的话 应该是 走这条路啊 走站道的话 说是要走7公里 这比这个 比刚才我爬楼梯 还要累啊看着 这只四号温镜台啊 可以从上面俯瞰这个峡谷 四号温镜台 要卖吃的啊 可能可以来这吃点东西 那价格啊 这个矿泉手五块 可乐八块 然后 奶茶咖啡 喝了一个杏皮茶 这卖十万元一个 然后最后说一下这个 票价啊 票价是 原价是130 包括景区门票和大巴 嗯 然后我从网上买是110 稍微便宜点啊 还可以买那个深度游 深度游就是去 多去几个景点 有骑骆驼 然后还可以坐越野车 多这么几个景点 然后但是强度 可能会更高啊 因为这个 多的几个景点是额外增加的 那你这些 徒步的 这个路线 你还是自己要走 走完了 不知道怎么来这个景区 从张业汽车西站 有搬车啊 每天一趟 这个9点45发车 然后下午3点半 从这发车 但是刚才那个师傅说 最晚等到4点啊 然后大家互相尊重 反正我肯定是3点半就到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可以帮我点赞 关注我一下 再见